今天是吃得可愛 喝得可愛 睡得可愛 重點是還可以跟可愛 近距離互動 我們今天當一日飼養員 對 我們要準備湖蒙的餐點 幫他做一個秘食玩具 這個真的是致命的一集 太療癒了吧 好可愛喔 就是這個東西 這間是Hello Kitty的房間 有 有 有 以海軍水手的風格設計整個房間 邀請您一起欣賞我們的港景 高雄晚安吉 Happy Together 啊 可愛可愛可愛 不是啦 妳在幹嘛啦 為什麼要在那邊裝可愛 很噁心耶 今天來高雄的行程是 可愛暴擊 可愛暴擊 對 讓你回到童年的行程喔 吃得沒有錯 而且今天是吃得可愛 喝得可愛 睡得可愛 重點是還可以跟可愛 近距離互動 讓你每天 還可以餵可愛 像我們的第一站就在這裡 連池灘兒童公園 真的 這邊是高雄總座 最大的動融公園 這是大野狼嗎 嘿 好像是大野狼呢 我知道了 是三隻小豬的主題 嘿 你怎麼那麼聰明啊 而且它變成了沉浸式的公園 就代表說會是迷宮喔 那我們走走看這個迷宮吧 GO 走 我好可愛喔 這裡 這是它家的家門口耶 可以拍拍照啊 直接把故事書變成一個立牌 媽媽帶小朋友來 可以跟小朋友說 講故事 你看三隻小豬的故事 它的寓意是什麼 認真面對每一件事情 才不會那麼容易就被吹掉喔 你剛剛好配喔 馬上就看豬二哥吧 你印象中的豬二哥 它是住在什麼房子呢 應該是木頭的 然後你看後面就有寫說 木屋的迷思 但是我也要講一個 你跟豬二哥很配耶 什麼 怎麼樣 所以今天大野狼豐收耶 豬小弟在哪裡 在哪裡 豬小弟在哪 最勤奮的就是豬小弟 他還在工作呢 我看到了 還在蓋 他說我小時候蓋到現在 還在蓋 很可愛 這麼近距離看到很棒 很有意義 童年都來了 而且重點是我真的沒有看過 這種公園 對 故事情節下 出現在你旁邊 好可愛的 而且這個公園其實不只有三隻小桌的故事 它還有很多的遊樂設施在這當中 這一個公園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 而且可愛到爆喔 接下來是 少女心的可愛 少女心的可愛 住在裡面 睡在裡面的可愛喔 那我們去睡 睡 可愛 GO GO OH MY GOD OH MY天啦 好挑高 好挑高 來… 我跟你講啦 住的飯店會影響你整天旅遊的心情 真的 對 所以這個選飯店很重要 高挑的天花瓣 然後還有精品 讓你逛 你看一下名人牆 真的是名人耶 這一間飯店的名人牆 嘿嘿嘿 多厲害 我跟你講 因為這間飯店是老字號飯店 LV的總裁 很多很多 Michael Jackson也來住過 全部都是國際級的人物 所以呢 其實國際級的名人 今天要陪我們睡覺 喔 所以他們要跟我們一起睡覺嗎 不是他們 是更有名的國際級巨星 也是一樣 同樣很有名的國際級巨星 欸 重點是很可愛的 喔 所以上去會看到我們的照片嗎 妳是不是希希 是真正的國際級巨星 真正的國際級巨星啊 女生會超喜歡 喔 感覺上男生應該也會喜歡喔 好 上去看看 好可愛喔 就是這個巨星 好可愛喔 妳好 歡迎來到高雄汗南大飯店 尚利歐主題房樓層 哇 我是您的禮賓大使 我是Nicole Nicole妳好 Nicole妳好 我們會把客人引導上來 那會做整個樓層的介紹 我們八個巨星呢 全部都在這個樓層喔 喔 所有的巨星就是他們 就是小時候童年最快樂 陪我們長大的回憶耶 是國際級的巨星沒錯吧 男生一生都愛吧 最愛的 Hello Kitty 對 好可愛喔 那這個地方 我們也會幫客人做拍照 你好 接下來這邊 往他的區域做參觀 所有的主題人物都有在上面 真的耶 其實一出電梯 整個心就被療癒 彎完全全在三里歐的世界 就是在卡通世界裡面 對 就覺得整趟旅程就 哇 美好的開始 這就是我們為了這一個氛圍 所特別設計出來的 那接下來這邊是 歡樂小站 哇 這個根本就是另外一個世界 哇 哇 哇 這個 哇 這個 這個好療癒喔 客人可以在這邊拍照 歡樂的氛圍 分享給他們的朋友 哇 好 草莓草莓 哎呀 另外一邊 三 照片的話都會把它傳送給你們 那我等一下加你LINE 我們有一個官方LINE 對 那到時候照片就可以直接發送給 太好了 你是不是沒有到LINE 你沒有很開心耶 那我想要趕快看房間 好啊 這間是HELLO KITTY的房間 那它是海軍水手風 全台最獨特的一間 全台最獨特的一間 啊 HELLO KITTY 天啊 水手風欸 有沒有發現這一間是 由藍色跟白色的一個風格組成 有有有 那以海軍水手的風格設計整個房間 邀請你一起欣賞我們的港記 港記 可以看到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哇 還有旅運中心 整個光榮碼頭的美景就盡收眼底 晚上的夜景一定超級美 對 好可愛耶 那這一丁茶點跟我們八個主題巨星都有關聯喔 這裡面都寫得很清楚 好可愛喔 每一個食物其實都對應每一個人物喜歡吃的耶 讓我們可以跟他們一起享用點心 對 我跟你講如果是粉絲的話一定會開心到一個不行的 沒錯 好可愛 那我想要考考Nicole 棒蛋糕是哪一個明星喜歡吃的 棒蛋糕 是Melody 因為Melody喜歡跟奶奶這邊做一個烘焙的料理 那她最喜歡做的就是棒蛋糕 標準的 那可以送你吃 為什麼 那個後製一定要看她那個驚訝的表情 那我想要問飲料 為什麼會有這麼特別的飲料 Kitty Lala的髮色來做設計的 我沒有浮誇 真的有海洋的味道 不知道為什麼 海洋的味道 這個 好熟悉的味道 不管怎麼樣 你們一定要來治療看看 一定要嘗鮮 因為這八種讓你跟這八位明星非常的貼近 房間的Hello Kitty 還有隨手的Hello Kitty的感覺 對 有一個主題性 對 那我問你喔 船長負責開船 那隨手負責什麼 掌動 錯 隨手關燈 好 那我們去下一間吧 很棒 那我們去看下一間因為關燈了 很棒 那接下來要帶你們看庫洛米的房間 這一間是全世界只有這裡才有 庫洛米的主題房 對 沒錯 全宇宙唯一間 你好聰明 這個我們直接帶大家獨家看 來 我們這邊請喔 就是這個顏色 哥德蘿莉塔風 哇 我覺得紫黑就是特別的神秘 對 剛剛一直覺得是很卡通的 可是一到這裡啊 整個桌子 電視櫃 都不一樣是全黑 比較有成熟的感覺 庫洛米呢 它都是黑色的頭巾 然後有一個粉色的庫魯頭圖案 在它的頭巾上 又有黑色的蕾絲整個搭配 就有哥德蘿莉塔的一個風格 還有這種有點像蕾絲的燈 它背後還會透光 對啊 你整個燈關起來的話會有一個 它背後 它有一個氣氛燈 對 所以如果燈關起來的話 會更有那種情調的感覺 上來住宿的住客 可以感受到真的跟三立歐的明星們 直接睡在他們旁邊的感覺 對 會有一種 回到童年的感覺 真的 就甚至你整天在飯店 不用出去也OK 這間是Hello Kitty 與它的巨星好友們的 這是三六宇宙 清新風格吧 你們看一下 以為這樣 長這樣嗎 NO 還有 它這裡還有 還有一間 沒錯 每一個角色在裡面都可以看得到 平術非常的大 兩個房間打造出來的 所以會有兩個衛浴 你來入住的話 就不用跟你的家人或是朋友們 搶衛浴 因為我媽上廁所都上很久 每次要洗澡都很難 我怎麼脫爆料 真的很棒 四個人 大家庭六個人也沒問題 對 我跟你講 小朋友百分之一百會奔跑 因為一開門看到這麼漂亮 就衝進胸口 等一下 這個是 其他間沒有 只有這一層才有的 好用心喔 那還有馬克杯 每一個角色都有欸 對啊 哇 這個PINK的 上面還有所有的人物欸 對 沒錯 你看我們今天一整套 對啊 我們今天這樣可以出門欸 對啊 浴室的部分 領域間燈紗的設計 這個 你看 等於說是 骷髏米 Hello Kitty 陪你一起洗澡 真的耶 還有這些 沒錯 牙刷 牙膏 浴帽 還有刮鬍刀 全部都是用所有明星當作包裝 對啊 三六的容物 全部都可以帶回家嗎 你真的好貪小便宜 萬一真的有三六的鐵粉 你通報費那麼高了 你還要這樣帶回家 我全帶欸 你全帶喔 可以嗎 一次性的貝秘 我是提供給客人 就是做使用的 他們有的人會帶回家做收藏 耶 房卡 這個卡 超可愛的 我跟你講有些客人 就是像那種比較貪小便宜的 就是這個東西拿了之外 那個卡片覺得喔 我不曉得那麼賤了 然後就偷偷放空 然後就帶回家 假裝不小心的 對 我剛剛就是這個意思 那 只要住我們主題房的客人 都可以帶回家 喔 我以為在入住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出事給客人了 那客人就可以在住宿完之後 帶回家做一個收藏 好 很冰至如歸 為了讓客人有滿足 開心 快樂的感覺 有種冰至如歸 所以還可以把這個房卡給帶走 對啊 那還有專屬的管家 就是每一間房都有 特別專屬管家為你服務 對 Oh my god 這真的就是 一定要來這裡體驗看看 剛剛看了這麼多房型 就符合兩個人的 然後這首Hello Kitty 全台獨家庫洛米的 對 然後還有這種家庭的 看了這麼多你喜歡哪一個 我有點選擇障礙 所以既然有選擇障礙 我就全部 All in 我要選這一間大集合 有Kitty與巨星朋友嗎 對 沒錯 因為這個地方空間非常大 而且可以三五好友 一起來聚在一起 那種溫暖 溫馨的感覺 我很喜歡 真的 我喜歡的就是粉藍跟粉紅 所以我喜歡就是Kiki La La Kiki La La 雙心仙子 棉花掌聲 因為那個色系是剛剛好 就是覺得很粉嫩 然後看得很療癒 少女心 少女心 今天晚上就睡著 可是我們還要再繼續 可愛暴擊一下 對 我們還有可愛的 暴擊一下 暴擊 對 好的 那我們就去看可愛動物 走吧 可愛暴擊啦 我們要繼續來連擊啦 對 因為我們剛剛看的是卡通人物 這次來看真正可愛動物 Animal 哇 所以這裡是45年的動物園 但是 是 它不是老動物園 為什麼要這樣講 重金 重金直接改造 等於說45年來最大的改造 對於動物園的印象是什麼 小時候野餐的地方 就是不管小孩大人 都非常的適合 很舒服欸 就是有一種分多金 因為它種很多綠色的大樹 很高 我跟你講你剛剛講到綠色的大樹 接下來要歡迎一位綠色的人 立如姐 歡迎立如姐 立如 謝謝 立如姐好 今天來到動物園 我們要請大家擔任一日保育員的概念 因為我們迎賓大使湖蒙的部分 我們幫他做一個逆食玩具 是那個蓬蓬釘滿的 Hakura Makata 簡單又好奇 你很失控 等一下是胡蒙要用餐 然後我們當座大廚 要幫他做一些逆食玩具的部分 我們今天當一日飼養員 對 我們要準備胡蒙的餐點 完全沒有體驗過 只有在這裡才有 是的 走吧 好 我們出發 Go 可愛 Go 可愛 Mata 這是什麼 胡蒙與丁滿 Hakura Makata 想要問一下大家就是大家覺得 胡蒙平常都吃什麼呢 以我們看獅子王的印象裡面 他不是都是拿石頭裡的 蟲蟲大餐嗎 蟲蟲大餐沒有錯 我看到了 在動的 對 哎呦喂啊 對 那妳靠近 妳是主持人 妳要過去 妳是主持人 好癢 屈大哥會動 深呼吸 然後由我們專業的老師來幫我們做 老師好 老師交給您 老師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哎呦喂啊 胡蒙本身是一個圈養的動物 對 因為關於故事的動物 對 就懂嗎 關於故事的動物 關久了之後就會擋路 就會受不了 所以動物是會 會什麼 公公的 公公的 公公 所以他需要動腦 就要訓練 對 要訓練 兩位 任務來了 來 一人一把 那怎麼表情啊 主題是可愛暴擊 可愛暴擊不是嗎 不是可怕暴擊 我們這樣一顆球 我覺得要加多少 基本上 把平均分配就好了 因為我們滿多隻的 讓他來的 尋找的時候 每一個球裡面 都有食物可以取他的 好 他在爆汗 真的 我剛才以前中以前 啊 他在爆上來 啊 掉到多少了 不要浪費食物 OK 我們現在 都已經裝好了食物了 好 那等一下 我們就把食物帶到 浦沫的地點來餵食 你們就在外面來觀賞 好 我們用看就好了 那我們繼續看了 再拍 兩件 兩件 拜拜 蟲蟲大餐的部分 已經擺上來的 他們會去扭動這個球體的部分 可以這樣看嗎 然後轉磚 轉磚的時候 他們在那個洞口部分 有個缺口 他們會從 蟲蟲會從那邊掉下來 對啊 好可愛 他在轉耶 好可愛 哇 哇 通常一天要吃幾餐 那吃的量大概要是多少 嗯 他們一天的部分 基本上會吃兩餐 然後現在是他們的下午餐 Titan啦 對 對 現在是Titan 我們準備的食物 你們還滿意嗎 看起來很開心 對 我們看完可愛的 移密大使之後 我們當然是要開始走光園區啦 那我們這支園區改造的重點 就是我們後面的 這一個空中廊道 長是440公尺 然後高度部分大概是3公尺 所以等於說人類 可以用不同的視野去觀賞動物 真的耶 對 因為一般動物園他們就是平視 對 我在這麼高的地方 真的是不一樣的角度耶 默默地經過動物 也不會打擾到牠們生活 對 而且你看喔 你有跟樹這麼近距離過嗎 有 沒 我問錯人了 沒有小時候會爬樹啊 山上的孩子 我的山上猴子 這邊都是我們原生的 就是陪伴我們40幾年來樹木門 然後所以基本上 我們在這一次空橋的改建當中 我們去閃這些位置 刻意的 去閃過牠這樣子 避過牠 對 這條路很棒的是 你走過來以後 你就會看到水屯山屋在正前方 然後還有台灣原生區 跟羊駝的廊道 真的都是其他動物園沒有的耶 對 而且這很可愛 還會那個指標很明確 驢 小毛驢 我有一隻小毛驢 我從來也不騎 有一天我洗節來到騎著去感激 虎子怎麼玩完了啦 帥了 我一生你 哈 我們童年代的 真的 水屯山屋 水屯 哇 在那邊 超大 哈囉 我沒看過 妳沒看過水屯 沒有 今天來到這裡 很多人每天會來 因為有時候沒看到 有時候有看到 因為這整區它都可以活動 沒看到的狀況之下 它有可能在內森裡面休息 然後有可能在另外一個池子湯 對 他們很喜歡泡湯 因為以前我看到水屯君的時候 他們就會在裡面泡在裡面 然後就什麼都不動 呼應我們壽山古老舌這個意象 營造了一個水池 他們會喜歡泡湯 是因為他們的體溫偏高嗎 是想要降溫嗎 還是他們比較容易感覺到熱呢 應該是說他們本來生氣就不會怕水 所以他們基本上跟水的部分互動都還不錯 它的整個設計我覺得很有質感 感覺很像住在金字塔裡面 天氣的部分讓陽光可以自然的灑落 那另外這些百葉窗的部分就是讓風可以自由的流動 這樣子可以擋雨但是又通風 對 很漂亮舒服的感覺 就是你看完會想把家也弄成這樣 因為 不是 我像是因為 它每一個地方都想把家打掉重用 對 接下來看另外一個建案 這邊是水球山屋 我們去看黑熊山屋 你去參考一下另外一個建案 另外一個建案 對 好大喔 真的是不一樣的角度耶 對 太像在高樓層看到 樓下鄰居在偷睡覺的感覺 妳平常有這個興趣 很變態 會不會看鄰居偷睡覺 對 休息的部分就表示說 它對於這個環境相當的熟悉 非常非常安心 它才會睡那麼好 對 睡那麼熟 每次黑熊都有準備一個泡湯圈 這個超讚 對 然後還有它專屬的 就是一些漆架的部分 黑熊他們其實滿會爬樹的 所以 這野外遇到黑熊 爬樹是沒有用 因為它比你更會爬 對 它會直接爬得比你高 對 沒錯 就像是有兩個朋友遇到黑熊 這個故事 兩個朋友遇到黑熊 就趕快跑 比如說你這樣一直跑 我跑得贏黑熊嗎 就說沒關係 我跑得贏你就好了 對 因為他先被吃了 去外面遇到了黑熊 我們該怎麼辦呢 裝死 裝死也沒有用 裝死還會違和 然後就把你吃掉 他會以為是 對 我們就是 慢慢的往後退 然後不要有害怕的感覺 很難耶 你有試過嗎 對 現在目前也還沒有遇到 慢慢飛到的話 他就不會覺得你有攻擊性 對 沒錯 沒錯 我們在這麼大的壽山動物園 走了這麼久 看了這麼多動物 真的 終於可以坐下來好好休息 吹吹冷氣 好舒服 對 因為我們走其實真的走滿久 這個這麼大的咖啡廳 怎麼會出現在動物園裡面 其實就是在鐵籠裡面 喝咖啡的概念 黑猩猩的舊家 綠色的一個格外的部分 就是他以前的鐵籠部分 我以為是造景耶 以前黑猩猩的鐵籠 這個鐵籠完完全全沒有改 就是真的之前黑猩猩在這裡面 對 然後把它改造成玻璃屋的咖啡廳 對 這邊的光浪咖啡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對 其實動物園這一次改造的動物園 我們希望以動物提升動物福祉為目標 所以希望說動物牠可以回到更寬廣 舒適的空間 因為大家一定會很好奇 說現在黑猩猩到底去哪邊了 牠回到一個更寬廣的空間 牠們有一個就是假山落鋪跟流水的空間 牠可以在裡面做攀爬的動作 有更多的行為展現 然後半程式也可以進來我們這個地方做用餐 然後提供一個舒適的用餐空間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是 就是壽山動物園讓星星去享受 然後讓人類被關起來 對 多上的部分是我們這次 因為響應這一個黑猩猩的主題 黑猩猩烘蛋的早午餐 黑猩猩的鮮奶茶 上面有一個手工造型的黑猩猩的圖案 給大家可以品嘗看看 要沾一點這個鮮奶油脂 黑猩猩餅餅乾 但是飲料餅乾就是用黑猩猩這個造型 而杯子也是 杯子也是壽山動物園的杯子很可愛 這次我們餐點的部分有蛋啊 蔬菜然後馬鈴薯跟水果的部分 多上是 黑猩猩常常吃的食物 我們用餐具好 所以你們平常餵黑猩猩也是這麼豐盛的一個餐 對 平常都是吃這些食物 所以長得頭好壯壯 美如這個蛋太好吃了 好吃 那你們去慢慢享用 好 今天包烤的好吃 我覺得它這一份餐點多了更深的一個意義 因為讓我們更深入的體驗到動物在裡面的感覺跟感受是什麼 也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咖啡廳的方式 讓更多人可以了解跟認識到說 原來其實我們要好好的對待我們的動物 對啊 我們要更有同理性 真的變好貼近 那接下來我們要去哪裡呢 不告訴你 我要先賣個關子 因為也是可愛爆雞 也是可愛爆雞 而且超可愛 超可愛 對 那我們直接去 帶我走 好 帶你走 GO 可愛爆雞最後一站 你致命的一集 致命的一集 那我們今天來要幹嘛呢 我們要來吃可愛了 所以我們現在來到了一間非常非常漂亮的餐酒館門口 舒服耶 巴黎島風格耶 但是巴黎島風格到底裡面哪裡可愛呢 會不會有可愛的人吃飯 可愛的店員之類的 好 那我們繼續一探究竟吧 哇 你差點打到我 那就會很可愛喔 走 哈囉 你好 兩位嗎 嗨 你好 對 兩位 兩位可愛的人 兩位 裡面請喔 經理你好 你好 經理你好 進來有點挑高的感覺 對 種植很多中東那種特高的海藻食物 而且 最近吊燈跟格局都非常寬美 對 都很美對不對 這種挑高的餐廳啊 吃起來最沒有那種壓迫感 沒有錯 很舒服 但秋歸秋 我們今天是可愛爆擊耶 可愛的部分到底在哪裡 哪裡 可愛哪裡可愛 太厲害了 我跟你說 我已經幫你們準備好了 不行 我不放心 要真的比我可愛 才算真的可愛喔 那很簡單啦 等一下上杯水就比你可愛 嘿 太可愛了 哇 這個真的是致命的一集耶 太療癒了吧 特地去把它弄成一個 這麼可愛的一個熊熊麵畫 真的是最後的最後可愛 致命一集耶 對 這個超可愛的 這上面是餅乾 餅乾拿鐵 好可愛 然後外面這個是真的巧克力 這樣去融成的 對 真的巧克力 它等於說不只杯子內的飲料 連杯子外面的巧克力 都非常精心用心的設計 冰沙 它是冰沙 嗯 那換我喝我這個 哇 嗯 它是奶茶 它的奶茶呢 有視覺的衝擊加在裡面 所以喝起來的那個幸福感更夠味 哇 直接可愛加成 那我們來吃吃看披薩好不好 好 哇 來來來來 這個真的是有夠可愛 嗯 這個口味超特別 蜂蜜 七十三重粥 直接加上鮮奶油 裡面會吃到鹹鹹的口感 跟甜甜的口感 可愛爆雞之外 對 都還口感爆雞 對 出乎意料的和 對 鹹鹹甜甜鹹鹹 甜甜鹹鹹甜甜甜的 喔喔喔喔喔喔喔 深深坎地的臉 太厲害了 喔 裡面還有小巧克力 麻糬 麻糬 黑糖麻糬 Oh my God 麻糬 麻糬 吃起來真的會有種戀愛 我不要喜歡你 我被你聽到 1 2 3 麻糬 吃那個時候少女型大噴發 真的會耶 整個人都不知覺會可愛起來 真的 其實我很久沒有吃棉花糖 上一次吃棉花糖 應該是國小園油會 這麼一講我好像也是耶 這樣呈現 跟我們以前在兒童樂園 或園油會買的不一樣 雖然很可愛 不過呢 它好像還有長一個小秘密 剛在抽鬆餅的時候 我就有發現 它這個盤子印得很可愛耶 那不是印的喔 自己手畫的 怎麼可能 真的 絕對不是板膜 真的嗎 不是板膜的 不是 不是板膜的 對 是我們手的 手的 我可愛的技能 你可愛的技能 要怎麼證明 沒有問題 我來證明 哇 不可能 哇 這是我們IG的照片嗎 這個太用心了啦 最最最最可愛的 爆擊 沒錯 因為這個 這個人最可愛 這邊很厲害耶 就是一開始看以為是巴黎島東 竟然還是不斷跟你爆擊 爆擊再爆擊 它是連擊的 這都是出自於你的手嗎 對啊 Oh my God 你當初怎麼會 就是想要做這樣的一個創意的事情 我想說也都很喜歡畫畫 那剛開始我們甜點上面 就先畫一些可愛的小狗或小雞這樣子 練習這樣子 對 然後後來我們就會畫一些卡通有沒有 然後就會附在甜點上面送給客人 那客人給的反規都是很好的 所以我們就開始有客製畫這個服務 這一定很好的 你就開始一直不停的可愛可愛可愛 對 沒有錯 來幫他們創造一個美好的回憶 生日啊 或是要求婚啊 好用心喔 對 有畫過求婚了 有畫過求婚了 然後就直接戒指在上面了 很好玩 你是不是在蛋糕裡面嗎 你先不要講喔 我可能用得到 OK 再跟你說 那我想要問一題 人像的話 大概要畫多久的時間啊 這個一盤差不多一個小時 等於說兩盤就花了它兩個小時耶 要很有耐心耶 光是看到其實就會真的很感動耶 真的 對 不過沒有比較沒有傷害我的 怎麼看起來這麼醜 他畫得很有特色耶 會嗎 你看他把你的牙齦也畫到了 然後這兩顆塞好你的博紋 博紋耶 我想要帥版的可以嗎 沒有問題 等一下 他畫錯人了嗎 這是鯉魚哥吧 沒有 我看他還是他 帥版的就是鯉魚哥啊 好厲害喔 鯉魚哥 很可愛很帥耶 這個剛好是我前陣子 剛發的一張照片 我穿了一件橘色的外套 沒有錯 而且製作單位跟我再三強調說 他沒有逼他做這件事情 對 但是你的有 多一個小時加班 就是因為我 就是你啦 對啊 這跟你本人一樣帥 你今天看起來特別瘦 我不是在做夢 我不是在做夢吧 很可愛了吧 很用心耶 今天在這麼可愛的最後一個行程 結束囉 真的是可愛爆擊最後一集 太厲害了 我的天啊 高雄晚航區 Happy Together 拜拜 拜拜 回來 幹嘛 因為我們不是有在 三立歐主題房拍照嗎 對啊 他說有送我們小禮物 要我們開箱 好 咦 胡尊的牙齦好明顯喔 哇 他怎麼那麼會寫照片 好用心喔 而且他這個外面這個項框啊 反過來 這個紙呢可以折下來 最後可以當成是一個項框 這樣就可以立起來了 帶著著不得的心回台北了 好吧 真的要拜拜了 那就高雄晚航區 Happy Together 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